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鬼话连篇 在做设计的时候 大家都避免不了对金属材质的刻画 常见的金属材质有金银铜铁 那要怎样才能画出真实的金属质感呢 首先我们要先理解金属的材质属性 它的特点是明暗对比非常强烈 简单来说就是金属的明暗交接线比较暗 高光和反光比较亮 硅面只有一点点 所以它的亮面和暗面就非常明显 在画金属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加强金属的明暗对比哦 明暗对比弱 过度较为柔和的 一般都是布料的表现手法啦 想要学习的小伙伴 可以翻看一下往期布料画法的视频 别忘记一键三连哦 我们稍微动一下手 简单的起个形 确定盔甲的基本形状和结构 不会画的记得和白飘子说 我直接把手寄给你 在草稿下面填成固有色 降低草稿的透明度 再新建一个正片跌底涂层 记得创建剪贴蒙板 这样就不会画到盔甲外面了 用19号笔刷和喷枪 简单概括出盔甲的暗部 增加盔甲的立体感 微调整体的颜色 让盔甲更真实 然后用颜色简单涂层 画出金属的高光 加强明暗对比 高光的边缘用橡皮擦工具调整一下 反光也要画得透气一些 不要死气深沉 接下来就是投影和细节的刻画了 因为我们是在草图上直接上色的 所以盔甲的边缘就会显得不整齐 需要对盔甲的边缘进行切割整理 再用硬边缘笔刷 对各个面积细化 做出金属的质感 这样盔甲的素描关系基本已经确定了 盔甲上的装饰线和中间的小转折面 也要调整到最佳效果 缺少的结构也要补出来 中间空缺的部分 画出宝石作为装饰 调整的过程中 发现画面的颜色有点单一 所以宝石的颜色可以改为紫色 这样我们的金属盔甲 大概已经完成了 小伙伴们怎么样 是不是有手就行呀 接下来就可以加更多的小细节了 我们假设 这是一位大将军的盔甲 在沙场征战多年 威风凛凛 为习武之人 难免会有些磕磕碰碰 也会受到一些刀伤和剑伤 所以我们要在盔甲上加点小破损 切记破损不易画的太多 稍微表现几处即可 裂痕处的线条要画的硬朗 画出金属尖锐的特点 在金属上刻画纹路 或者增加细节效果 都会丰富我们的画面哦 不同的金属 唯一的区别就是固有色不同 我们也可以利用Ctrl加U 和曲线模式 调整金属的固有色 这样就能画出七大种类的金属了 好了 本次视频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